你知道当小星第一次使用打印机 会发生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吗 居然各种状况不断 最后还把自己的屁股给打印了出来 美牙彻底被整破防了 美牙前几天向阿辉借了一本做法简单又好吃的食谱 可到现在她都还没做好笔记 阿辉就打电话来要回食谱 所以美牙现在不得不加班加点 听到此话小星立马想到好主意 于是他们便来到商店用打印机打印 可美牙却对打印机一窍不通 就连简单的开关她都找不着 面对后面等候的客人 尴尬的美牙很是尴尬 关键时刻还得眼尖的小星告诉她上面的操作面板 美牙顿时恍然大悟 可等打开机子一看 却发现上面还残留别人那下的东西 美牙只好先行把东西交给老板 让后面等候的小哥先进行打印 可不料对方一上来就要复印好几本材料 无语的美牙很是无语 最后实在等得无可奈何 美牙不得不转去下家便利商店 进来时刚好碰到一位跟她刚才一样不懂得如何操作的老奶奶 此时美牙可谓是信心十足 立马上前要帮人家一把 结果发现这台打印机没有操作面板 最后还是老奶奶自己找到了操作按钮 而当美牙准备开始打印时 小星吵着要让她来操作 随即遭到美牙制止 要是被玩坏了可不得了 为了避免再出岔子 美牙直接拿了一百块将其打发走人 可这小子还不满足于此 美牙只好乖乖妥协再掏出一百块 成功打发这小子后 美牙才得以安心操作 可黑白的打印出来 看着一点食欲也没有 比如这个汉堡就跟石头一样 于是美牙决定花重金打印彩色的 不多时美牙就全部打印完成 然而小星却陷入纠结还没买完零食 还没有决定要买什么吗 因为我是那种为仔细思考的类型 根本就是优柔寡断嘛 反观小葵一眼就选中想要的东西 随后小星路过书刊 抬头一看顿时露出邪魅一笑 你在做什么 小车的写真集 如果不用买的又赢的 是不是超划算呢 美牙怒斥她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不可取 再见了我的小车 不要在那里音音不小了 与此同时小葵又开始在到处乱跑 此时机器开始扫描 居然把小星的手打印了出来 见此小星又开始脑洞大开 就这样小星趁美牙不注意 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打印机上面 还在意味深长地感慨着时代的进步 你的屁股也轻轻嘴嘴了 你 你竟然隐隐了那种东西